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的西山上 正好孩子放假 回北京待了一段时间 那么去年其实回来过一次 然后拍了一期邮轮 然后在北京吃吃喝喝的 那么这一期我想说点什么 就说一说 在海外生活很多年之后 然后我回到北京 我现在都有什么样的感觉 那么第一个感觉 就是在北京网购 真的是超级方便 几乎每天晚上睡觉 都在刷京东 然后时不时下鞋订单 特别容易上演 然后跟着我镜头来体会一下 哦 那么第二个感觉呢 就是到处都是二维码 哪哪都是扫码 所以这两天呢 这脑子里就是 就记得几年前啊 那时候回来 还不是特熟悉这个扫码啊 然后有一次我们出去买东西 然后老婆呢 就是买完东西 低头准备掏现金去结账 然后那小姑娘呢 就说一句扫扫 然后老婆抬起头 特别诧异的看着它 不是都流行叫亲吗 怎么叫嫂嫂了 第三个印象呢 就是美食 这个美食啊 真的是越来越好 而且呢 放那个味精啊 味剂什么的也特别少 这真的是比我几年前回来啊 不知道进步了多少 这个美食啊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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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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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